5月26日电,第66届法国嘎纳国际电影节26日在法国南部海滨小城嘎纳落下帷幕。 中国导演贾张科凭借天著电影片获得最佳剧本奖。 这虽是导演贾张科第三次入围嘎纳电影节主竞赛单元的影片,但却是首次获奖。 在获奖后的媒体见面会上,贾张科坦诚拿奖就很满足,并表示在嘎纳找到了知音。 拥有法国和图尼斯两国国籍的导演阿卜杜勒·拉蒂夫·凯西什,凭借阿戴尔的《生活》一篇摘取电影节最高奖项金棕旅奖。